邀請老師 好 那個小組舉手叫 三位挑戰 忍耐一下 那個 來到程式學演講就來講有點奇怪 主持過程式學演講 對 跟包老師一起 然後邀請的就是 各個領域很重要的這樣子 所以今天站在這邊 對我來講真的蠻特別的經驗 今天這個PTT總共有600多個 不要懷疑是真的 反正這就是我的演講方式 會有大量的影像 確保各位不會睡著 如果600多個image 你還是會睡著的話 那我想說是比較問題 現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我大一的時候 我跟你講念這個 實踐建築系的前生叫 室內空間設計系 那個時候還是四年 1994年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大一是安 就是這個安維倩老師 我們以前的神經當過系主任 當過院長的室內 然後 基本上剛剛這兩張圖 都是從這個模型來的 所以有一張圖面就是 這個模型 切一半之後 就把他的脫步 然後前面那個透視的就是 這個模型 那這個模型怎麼來的 就是我們蒙著眼鏡 然後去看觀察細管的某個角落 然後他叫我們把 你剛剛觀察那個東西 把它蒙著眼鏡 放在一張白紙上 把那個光影把它畫出來 然後等到我們那個 眼罩拿下來之後 每個人在白紙上面都畫了 一個亂七八糟的線 然後安老師就說 從現在開始要做一個模型 那個模型會打一個光 那個光的那個影子 就是你現在畫的這個 探移的那個線 所以我就不眠不休地蹲在地上 那時候還沒有工作的時候 大一剛進來的時候 就在一個教室的某個角落 做了這個模型 這次大一的時候 我做一個學生紀念 叫我的身世 然後我以前很喜歡捲頭髮 有一個強迫性的形象 想事情的時候就捲頭髮 捲到打結實在沒辦法 就只好用剪刀剪掉 所以我就做那個 我的這個壞習慣 就是這個裝置它一邊轉的時候 中間這個東西有一個一邊走 那安主呢 就是很嚴格的圖學訓練 所以反正東西做完之後 就是要畫的第一步 大二之後 我是嚴主的 不要懷疑 這是哪一位嚴終結 刀子是帶大二的 那這其實已經是 這是二上 二上 各位二年級的時候 剛做完一比一嗎 之前 這個就是一比一 一比一這個題目 已經在戲上以前20幾年了 一路到前三 這是我的一比一 花了八千塊 大十八千塊 這是這個 蠻可怕的數字 對我來講 不過 這是一個比我人還大一個 一個裝置 在大三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叫朱柏陽老師 剛從AAA的研究學回來 那我跟著他一年的時間 上下兩個學期 然後 剛剛看到這個是上學期 到下學期的時候 就把上學期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 把它變成一個活物 然後 這是手繪的 在還沒有用電腦的時候 這是我的大四的畢業設計 當時 只有很少數的學生 開始用電腦 然後 這個軟體叫 峰Z2.8 現在已經 沒有人在用這個東西 總之 我這個畢業設計 還是受這個大三的影響 但是我基本上是 獨立作業 那 我的這個畢業設計的主導老師 叫佛利迪 這位老師現在是大三設計科的老師 但是河老師是很多年時候 就被我們拔回來 那 所以 我跟這個系上的 蠻多老師 一樣 就是包括像 老K 姚東海老師 許忠軒老師 包二老師 我們四位都在 從這個畢業之後 在本來是很久的 那 我大學畢業之後 我就去澎湖當了兩民兵 然後退伍之後 到的區家事務所 叫原相聯合金融資事務所 然後在這邊做了一年半的時間 那 為什麼只做了一年半 因為我做了一年半之後 我就掛了 我在那一年半的時間內 做了很多很多的技能 然後 常常熬夜工作 然後到最後身體就出腫瘡 我就圓面神經把它 右半邊臉沒辦法動 眼睛沒辦法閉這樣 那我就跟郭老師 郭老師是哪一位老師 就是現在 如果你們上建築師 跟那一位一口書 他倒是 我就在他的書處理 這個大概是我離職前 做的最後一個案子 那這個是 少數真的有蓋出來的一個案子 在那個 宜蘭縣鎮中心 有一個叫 新湖公 凱旋社區公園 跟新湖公廣場 基本上就是把一個公園 把它立體化這樣 好 那 臉面神經麻痺了 就讓我很痛苦 因為 熱愛建築 但是覺得沒有辦法再做建築 其實在那之前就很多徵兆了 因為 我的手啊 就是用滑鼠用到手抬不起來 然後 但是我還是 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 我就跟郭老師講說 然後就給我兩禮拜 我把它切換到桌手這樣 然後就真的切換到桌手 然後做到後來 桌手其實也廢了 就是 如果想要在各位一、二年級的時候 就跟各位講那個事 我說 可能我這個身體比較差 還是有很多人做我一輩子 那 剛好我的一個 大一的哲學老師 當時我的一個哲學課 他是一個 開過很多書店 花店 咖啡店 古董店的一個 怪先生 這個怪先生 這個怪先生到現在 我跟他變成是很好的人用 那當時他就邀我 去跟他合夥 開一家 古董店跟咖啡店 這樣子 再誕生 然後我就去 洗了三個月的杯子 然後陪了三個月的房子 當孔 然後實在是 陪不動我就跑中 但是 當時很幸運的是 我去參加了一個比賽 叫 柏爾摩沙鐵東門市競賽 是國民館大軍 然後我拿了一個手腳 獎金有20萬 剛好不夠的貼 那個三個月的房子 然後 我一邊呢 就是 煮咖啡啊 洗杯子 然後一邊沒事在家 就是 在玩這些東西 拿到那個獎金 也讓我有機會去做這個事情 那我基本上是用一個鐵片 9米里的鐵片 鐵圓設計 就是這個東西 這樣 然後 當時甚至想要幫自己的咖啡店 做這個錢 就玩得蠻開心的 就比如說 好不好 這輩子如果我沒辦法去四五十的話 我至少要答應給我們一個 呃 很酷的咖啡店 那我辦事 然後 我甚至在想說 這東西如何能夠 把它變成三度地鐵的 一個 建築的東西 那 你現在看到這東西 基本上都叫2B的容器 不是用3B的容器 那 我就在 這個時候 認識我現在的太太 在網路上認識 然後 我們就長距離戀愛 然後長距離覺得6年 非常的可怕 然後在這個6年的過程中 他就開始push我去美國 因為他覺得自找垃圾的距離 然後就想說 好 那我就要去美國 那邊研究室 那 我的島上位子 浮現了一個學校 叫Cranford 那這其實出來一個很長的故事 就是 我當年被那個 潘老師帶到 名傳大學 在一個業配奉告的一晚 去聽了一個老先生 那個老先生叫王哲老師 就是我們西藏幾年前 退休的一個老師 就是你們聽過那個 老夫子二代的那個作者 那 當天晚上 他就講了一個 Cranford有關的一個鬼故事 那鬼故事 那鬼故事後來 在很多年之後 就一直 深埋在我的腦中 揮之不去 所以當我一想到 要去美國念書的話 我就只想到這個學校 那 那 其實 我當初 畢竟那個申請的時候 非常感動 那我只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就被剝佛 然後 分數根本沒有達到 學校的標準 但是我還是上 因為我一個 我自己覺得非常強悍的作品系 就是很厚的一個 像磚頭一樣的作品系 那這個學校其實是在 上世紀中 就是所謂的 need century modernism 那個年代 非常有名的一個學校 那你現在畫面上面 看到這個 這些東西 就是一個叫 比歐紗雲南的建築詞 那 他跟畫面中有這個 這個人叫 Charles Imps 兩個人 當年在Cranford 就是 聯手 參加一個紀錄 然後之後兩個人就 各自做了很多的創作 然後像這個 Inps 就是 你現在在所有的 全世界大會電腦 都會看到這些錦子 那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叫做 Heritoria 他也是Cranford 就是鐵工部門 就是一個老師 這些就是 Cranford過去的一些傳奇人 那 我對這個學校有一個像 那 其實真正 Cranford在建築領域裡面 像王哲老師 他當年念Cranford的時候 他的老師是這一位 叫Daniel Perseman 就是做這個 融派紀念館的建築師 那 可是 這畢竟都是很多年前 那當時我要去念書的時候 Cranford那個建築系的老師叫 Peter Leach 那這幾個人呢 就是 我們系上不是有另外一位 老師叫 Lincent Bohm嗎 小Lincent Bohm老師 風哥 這一位就是風哥的老師 所以我本來就 Cranford想要去跟這個 Peter Leach 那我很喜歡他做的東西 現在看到這邊 這些作品就是他做的 像這個是他在中國大陸做一個 在一個別人設計好的那個別墅 做的室內設計 然後他用很多的這些工藝的方法 去做那個室內設計 但是很不幸的 我去申請上了之後 然後學校來一個封信說 這個老師他離開了學校 然後他不知道下一個新的老師是誰 然後他說我可以自己選擇 所以還要不要念書 那我就想說 反正Cranford出了名的就是 所謂的independence art 就是Cranford沒有什麼課 你就是自己獨立作業 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老師比較像是一個 輔導的一個角色 而且全系只有這個老師 Cranford沒有大學部 只有碩士班 然後一年收七個學生 然後兩年的碩士學部 就是四個學生 那Cranford總共有十個科系 另外九個科系 全部都是MFA的科系 只有這個科系 那結果我們開學第一天 這個人就走進公主寺 他是一個全美國最有名的 做數位構築的老師 那我其實有點傻眼 因為我當時為什麼選Cranford 就是當時全世界都在做數位建築 我想要去一個地方 是跟數位建築沒有關係的地方 結果我的老師走進來 是那個全美國最有名的 自己在工廠裡面蓋房子 我的老師會開卡車 挖土機 對高機 蓋房子 所以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東西 你說他自己動手蓋的這樣 那 那 談判了每個選 我就在這個地方待下來 那我還是想要去發展 我原先的那些興趣 就是像那些集合啊這些東西 所以我一開始就測量了 剛剛那個 我們的那個高中部 喔對 我們除了研究所之外 我們其實是一個專搜有錢人家小孩的實力學校 所以他們有幼稚人小學 國中跟高中這樣 然後高中還分男人 然後他的學費都是泡貴的 然後高中生就會背著高樓球桿 然後女生就會穿八二年 然後高去 就說有一點銀河布的回來這樣 很誇張的一個地方 對我幫你介紹這個地方怎樣 這地方在里特律的進行 那所有人聽到里特律 也不是都知道說 這是一個什麼 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層次嗎 應該很破敗小條 可是其實這個地方在里特律的郊區 就是全美台銀前五名的有錢人的豪宅區 就是那個大豪宅 院子裡面都會提黃色的人工兵器這樣子 所以這些小孩子都是超級有錢人家的小孩子 那我就開始開展了我們兩年的求學生涯 那你現在這邊看到的就是 我把那個窗戶的那個圖案 把它用雷射切割坐在這個卡車上 這卡車就是國中老師開學第一天開進工作室裡 我們工作室超大 就是卡車可以直接開進來 然後他說 我們的第一個題目就是改這台駝車這樣 然後我做的這個作品就是說 我覺得所有念昆布可能都活在過去的那些大師的陰影下 所以我在談那個大師的陰影戰 那我們昆布會有一個傳統就是會辦那個Party 就是募款餐規 然後那個餐券是一張漂濕五百塊的圖機 超寶貴的 然後可是那一天九千人來學校吃這頓飯 他們是來學生的工作室裡面吃飯 所以學生要負責做安排這樣 就說好這樣 所以我的老師就跟我們就用了國內的開展去做這樣 一個十四尺高的一個裝飾 那用完之後他們就把它丟到外頭 然後我外面嚇了一個 我隔天去工作室的時候 我就看到地上這個東西捲曲在地上 然後我就覺得超酷的 我就把它撿回去 放了兩禮拜之後把它變成一件裙子 然後這個連身群 後來我在我們學校拍賣會上面 想要把它賣掉 賣八百塊那一件 結果有一個老師 有一個老先生就一直在談情默默地看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就跟我遞了一張名片 那影片上面他的名字叫Robert Swanson 他是Quarrie Book第三代的女婿這樣 我講錯了 這是Sarunan第三代的女婿 Sarunan就是創校的那個校長跟那個建築師 就是剛剛那個Ero Sarunan的爸爸這樣 然後我看了是這個老先生 我就惡化物之後 我就把這個東西當禮物送給他 然後等到我離開美國前 老先生跟我講說 他把這個東西送給他的女兒 他女兒是Sarunan家的第四代建築師 這個作品在掛在他的書 說門口 總之我在Quarrie Book就是 覺得很多東西蠻有趣的 就是那種冥冥中有病數的那種東西 常常會發射在 那我前面不是說我開咖啡片在 在補搞殺搞那些2D的那些假3D的東西 可是一直想要把它變成是3Q的 可是越做 我就越發現說 我很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的同學們 在畫那些3D的那些電腦裡面的那些東西 然後之後他們就把它切片 然後Layout在那個夾板上面 可是他們切完之後他們要的東西疊起來 直到他要的東西之後 會得到很多的垃圾 垃圾永遠多過他的作品 可是我發現我很痛恨那些垃圾 所以我就在做一個研究就是 怎麼樣用最少量沒有垃圾的材料 跟Titan的方式 可以做出類似他們在做的東西 所以像這個東西 它其實就是全部 那些固定收在這樣的一個安置上 然後它堆疊之後會有這個東西 就很像那個 DTH做的那個機器人疊磚頭 就是那種東西 可是這完全就是假數位 因為這是用2D做的 然後像這個 也是這些東西切完之後 然後我把它頭尾黏在一起 然後錯位之後就會變成一個三度立體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第二年的那個Party 這一年我就做了一個 我之後發現就很像那個Seven的那個便當雞蛋 可是這個東西有意思多 就是在每個人的名牌下面 有一個小小的螢光棒跟一個氣球 然後等到他用完餐之後 請他把螢光棒放到氣球 氣球塞到這個桌布的中間 然後把它打氣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燈 然後他就在夜裡 提著這個氣球燈 回家站起來 那這個是我拿了一個學校的獎學金 去一個工藝學校叫Hesang 在免一週 然後整個夏天就做這個木座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用4塊甲板 然後這個Pattern的第一條線 跟最後一條線是同一條線 所以這整個模子可以重複循環性的變化 所以它翻模出來的東西 就會有一種序列性的狀態這樣 那這次跟我一個同學合作 做一個混一圖的椅子 因為我們在科目的十個科系 我們常常會辦得很有趣的交流活動 譬如說有個活動就叫Chair Show 就是椅子的展覽這樣 然後各個系 不管是平面設計還是攝影還是雕塑還是陶藝精工 大家坐出來的椅子就會有這種 很奇怪的那種樣子 這樣所以蠻有趣的 那這個是學校有一些媒合的 類似像建教合作的東西 就是我幫附近的一個社區做了一個街道家具 用兩片金屬板 然後把它堆疊之後 變成一個像這樣子的街道家具 那 昆布克基本上都是獨立研究 所以我們七個同學 每個人在想的事情跟在做的東西 都方向轉開 那像這個是我另外一個同學叫Duck 那Duck他在談的東西都是一些 人跟人之間的人際互動的東西 像這個作品是他會組義大利麵 然後邀請大家來吃 可是他要求大家戴那個iPod 就是那個你戴那個放MP3的東西 然後就用震天駕響的音樂去轟炸對面的人 所以他是在談那個 當時就是因為耳機啊 就是主角人跟人的關係這些事情 然後或者說他改裝一個電視購物的 一個吸塵器變成那個helicopter 就是剪頭髮的機器 然後在一個三輪車上 然後他就騎去我們學校附近的豪宅區 去閒逛 然後五分鐘後就被警察攔下來 然後警察就跟他講說你不能做這件事 然後他就問警察說我犯了什麼 然後警察就說你不能做這件事 你就回來 所以就是他其實是要去觸碰那個 迪克律的這種豪宅區 就是一般很isolate 就是很很不知道該用什麼字眼形 就是很封閉的一個社區的一種 那這個是他組了一個band在最小限的空間演奏 然後滿惡劣的 就是他會邀請人給人進去這樣 可是其實他們都帶了那種超驚慕的耳塞 我們今天體驗的耳朵都快濃掉 然後這是他的一個烏托邦的列項 總之我其實跟這個同學有滿多的互動 然後我們就常煮飯、吃飯 我們每個系統的廚房有餐廳 然後所以我自己14個人有時候碰面的時候 大家常中午就一起吃飯 那我就受他滿多影響 那那時候像這個Campana Brothers 他們是當時很有名的家具設計師 他們在做一些就是用回收的材料去組織的東西 那這個是底色綠 你對別人的印象就是這個 就是曾經非常的輝煌 就像芝加哥跟紐約一樣 但是後來因為黑人暴動的關係 所以有錢就逃到教具去 所以市中心留下很多像這樣的廢區 那像這個是那個MM 那個勞蛇歌手的自傳電影AMRS 他不是一個嗆蝦大賽 就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底特律的中央車站 他看起來很像那個紐約中央車站 應該是同一個劍子師做的 那外觀長這個樣子 但是其實他的拉底長在 那我每次都說我要是市長 然後我就掛一個牌子 叫做底特律塗鴉美術館 然後我就開始收門票 因為裡面有超多那種超大型的塗鴉 這是很厲害的作品 底特律真的是個塗鴉之城 那底特律也充滿像這樣的廢區 那些有錢逃到礁區之後 他們很多房子留下來之後就變成這樣 但是我在理想去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像這個是 有一個素人藝術家 他做了一個project 叫Head of the Project 他基本上是撿垃圾 然後他把垃圾進行不同的分類 譬如說小熊他就分類 然後他就把集中的東西 全部都裝置到某棟房子上 某棟廢墟上 然後就造成了一種奇怪 所以反而讓這個社區就滿多人來的 那這個是底特律的當代藝術人 用了一個工業建築 然後基本上裡頭全部都沒有裝修 所以你走進去你就感覺到 原汁原味的那個工廠 然後就在裡面放作品這樣 那像這個是英國的藝術家 Martin Craig 他的一個作品 Everything is for you 我覺得這個是超級安慰人情 也就是在底特律這麼一個破敗的城市 放這個手根 那當時的這個當代藝術館 然後斬了幾個斬 像其中有一個斬叫Trenting Cities 就是萎縮城市 他其實在談說全世界有幾個像 底特律這樣子的城市 但是大家是如何去回應這樣子的城市 就是能夠想出那種另類的新生的策略 譬如說美國典型的那個郊區的房子 不是有前後院嗎 那種種草地啊 可是在底特律就有人拿來種產 因為大家覺得你日子都不下去了 你還是去種草地 還不如把它拿來做一種生產這樣 那這個也是影響我滿重要的 當時的人書就是在談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想法 就是怎樣讓產品在製造的一開始 就避掉了那個汙染的問題 也就是一種類似像完全不會有汙染問題的設計這樣 那這也是超級影響我 就是我剛剛說在Crambrook有十個科系 那其實每個科系常常都會扮演講 然後我們常常就聽其他科系扮演講 那像這個是2D就是很不適合反程性用設計系 但是他們就是那個系教復勿力就對了 他們有一次辦了一個演講 就是找了兩個類似的 平面設計師加廣告公司的負責人來研究 然後這兩個人就說 他們常年做那個飛利福人年屆 然後就做得很不錯 然後有一年就是東西還沒做 但是預算就來了 然後他們就在想說 欸那我們要做什麼 然後閒了沒事在那邊看電視 然後就看到電視上在播說 有一個老房子 一個租券 因為高速公路的關係要被拆一點 然後已經拆了那個屋頂了 然後社區就是抗議 然後保護下來 只剩下那個石頭的身體這樣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說 欸介紹兩個很年輕的建築師 但是他們都沒什麼案子 然後第三個介紹一個老太太 發願要做一個社區藝人 可是他們沒有錢 想要跟大家募款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 好我們就做這三件事 他們就找那個建築師 做一個木構造的房子 用吊車把它吊到那個 廢棄的租圈的那個石頭屋裡面 然後把老太太請進去 經營社區裡 然後結束 他們就從頭到尾就是 紀錄這三件事情 然後就放回去 廢物的年紀裡面 然後收錢錢這樣這樣 然後我聽完這個演講之後 我就有一種 打瘋了爐爛的感覺 就是我以前一直覺得說 做設計就是一種服務業 你就是在服務你的業主 滿足你的業主的需求 可是我聽完這個演講之後 我就覺得說 原來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別人給你錢 去做他要的東西 這只是一個 其實你很簡單就可以做到 這是一件事 可是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有沒有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的看法 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如果有的話 你就有機會可以在 運用別人的金錢 滿足他的需求的同時 去轉換中間的這段過程 那這過程 就萌生了我的後來 這個所謂大量交織的 這樣子 就今天演講這個題目 那像這個是我的兩個學長 他們的畢業設計 就是想要在里特律一個 最破敗蕭條的一個住宅區 改動房子 然後這聽起來好像 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那一個地方 五十年來 只有發過拆除執照 從來沒有發過建築區 你就知道那個樣子多慘 那他們兩個人 有一次在酒吧裡面 就在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然後那個酒吧老闆 聽到他們這個想法 他就說 欸你們講真的 你要是講真的的話 我在市區就有一塊地 那你只要做兩個gogo cage 就是那個脫衣物用的那個籠子 那那塊地就歸你們這樣 那我這個學長就是 我們那個建築系的 那個鐵工廠的TA 他就很快就做了兩個gogo cage 換了那塊地 就開始了這個畢業設計 然後所以他們的畢展 就是在我們學校的那個 我們學校畢展的時候 是十個科系的七十個畢業生 很像PK一樣 就是在美術館裡面 內外做座長 然後牌子上面都沒有寫是哪個科系的 所以你可能看到一棟房子 可是它不是建築系的概念 你可能看到一圖畫 可是它是做攝影的 類似像很混亂的大部分這樣 這兩個畢業設計 就有滿牆的圖子 然後有模型 然後還有一張 那個地方50年來第一張建築區 然後他們在美術館外面 弄了一台熱狗彈車 然後免費讓大家吃熱狗 然後募款 然後從那一天開始啟動這個案子 那我常說在建築系 我們常在跟學生講說 畢業設計其實是個開始 不是一個結束 可是很多人都說屁 那個畢業設計做完 然後畢業證書 太太屁股走了之後 誰還管那畢業設計 可是我這兩個人都說 做了三年 也就是說畢業之後 三年做完這個案子 做完這個畢業設計 然後他們跟一個非理組織合作 後來這個房子 就送給一個單親媽媽 帶著四個孩子 就搬進去 現在這個房子還在 但是他已經幾經一熟 中間一度成為廢墟 現在變成一個民宿 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那我自己就受了這些影響之後 我跟我剛剛前面講的那個同學道客 我們兩個在談說 那我們BSG要做什麼 然後後來我們就聊到說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 一起合作BSG 那我就想要把我對於那個 單元跟系統的那種所謂的複雜性的那種關係 跟他的社會性的這種社會交往的型局 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兩個同時在構思一個 我們將來的一種合作就是 可能可以成立一家設計公司是賺錢 接案子 但是我們也成立一個非理組織 是協助一些非理組織去做一些有意義的案子 然後這個兩者可以互相的回饋這樣 那我們的畢業設計 就後來的標的就是在探討 就是比如說比特律這種 DIY修散房子的文化 然後大家都會去類似像克律那種地方 去買很多東西自己蓋房子或修房子 所以我們也去 HOME DEPORT就是去買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修房子 但是我們把它加以物用或是魔用 然後後來就用這個很輕巧的這個水管 把它做了一個類似像棚架的一個東西 那你看到裡面這些東西全部都是 我們在學校收集了一個廢紙 然後這個是下學道用了一個不知不廣步 我們把它攬收之後變成整個軟墊 然後所有人必須要脫鞋子進去 那裡面其實蠻大 大概容納一個十五可能沒有問題 然後它也蠻精巧 大概四個人可以翻得差不多 這個是我們做完的在畢展 就是在紐約裡面的那個樣子 然後結束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去跟一個鐵工廠的老闆 去Proposal一個叫做駐廠設計師的一個討論 那個鐵工廠的老闆他也搞不清楚我們到底要幹嘛 但是他就說 因為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雷切機 十尺成十尺這麼大 十尺就相當於三米三米左右 然後他就說 每個禮拜要丟掉大概兩百片這麼大的鐵盤 是它沒有用 他就說那你只要想要出來 在裡面可以放什麼東西 它就可以當機器順手切一下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玩那個雷切 怎麼樣去運用那個兩百片 要被丟掉的那個鐵盤 去做各種東西 那結束之後 然後我跟Duck就都去了紐約 然後這張照片是 我當時在紐約的那個對岸 一直找不到工作 然後我每天很焦慮的看著紐約這樣子 那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工作 但是我又回到那個當年在私務所裡面的那種 然後每天就是上下班 然後做愛子 那我不能說那些事情對我沒有太大的幫助 因為畢竟我生平第一次用英文跟所有人溝通 一個專案 就是電話接起來就要講英文 然後各位你知道羅斯木的英文要怎麼講嗎 羅斯的英文要怎麼講 所以你要把一切所有你懂的東西都翻譯成英文 你要開始融入那個美國文的那個專業的那個證明詞 可是我最真的痛苦是因為 我那兩年在Pairn Brooklyn老戰裡面 跑出了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實現那個東西 所以我甚至當時我去申請了一個 MIT在那個South Bronx 有一個program叫做 就是他們一台卡車 然後卡車裡面有被接起 淹石淹石 然後我就徵選上這個Failer 然後我每個禮拜一天 我就坐一個多鐘頭的車去South Bronx 就為了要能夠去碰那些東西 有點蠢 這就是那時候我做那個Failer 我怎麼做的這樣 那嫌來沒事的話 我就再加畫畫 就用壓根的顏料畫這些東西 那後來我再受不了 我就跟我太太講說 我有點撐不下去了 我想要回台 那我太太當時就是 好不容易跟我結束六年長距離 然後我們兩個都也住在一起 然後結婚 然後她一心叛望 然後跟她留在裡面 因為那時候她在唸那個碩詞 才剛開始唸了 然後我就說 我還是先回去 然後你可以慢慢唸 唸完再回來這樣 然後她就說她不要 她說她這回事在受不了長距離 所以她就跟我回來這樣 所以她沒有唸完碩詞 所以我說我們家是不太能吵家 就是吵到一個極端的時候 就會有人說 我當年可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回來之後 這就開始這個大量交織的故事了 因為我覺得我回來一定要開始去把 我在底特律在想的一些事情把它實現出來 那我剛其實漏掉一段 就是其實我做完那個咖啡店到去出國前 其實我開了一家設計公司 然後有一個合夥人是我的學長 這個人是我專科學長 也是我實踐的學長 那這個人後來在我出國的時候 他就變成咖啡店的老闆 他最早是開陽台咖啡 然後後來跟現在陽台咖啡的老闆 就是他的前夕分開之後 他就跑去清田街開了學校咖啡 跟找到咖啡 跟找到新樂台在台大那地方 那一位是你們學長 然後我就有一天我就約他說 楊恩我回來了 然後我們就不要見酒面聊聊天 然後我就跟他約到他的咖啡店 然後我去他咖啡店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的門口有一個這個東西 就是一些籃子 然後這個東西叫Long It Twice 他就是你家裡頭有什麼不要的東西 你就可以擺在這裡 然後裡面看上任何東西都可以拿走 反正都不用錢 就像是一個免費的資源交換這樣 那我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哇靠 冥冥中有定數 我本來煩惱說我本來去找一個新的合夥人 但是搞不好我原來的合夥人 搞不好就是一個蠻理想的合作對象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要不要再合作 然後可是如果要合作的話 我想要開一家不太一樣的設計公司 然後這家設計公司不是光只是賺錢 而是能夠有一些想法這樣 然後我的學長滿認同我的一些理念 然後就說好我看看 反正那個時候他已經五星做設計賺錢 他說做咖啡店只要賺錢 好那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回來之後2008年 我就很快的開了原來的這家設計公司 就用原來的名字叫大和設計 那可是那個時候同一個時間 差不多同一個時間 應該說我回來前 學校就我們這個戲吧 就來了一方戲問我說有沒有興趣捐人 所以我一回來其實就來西藏堅人 帶來大三大四的學生 那時候我們叫做vertical study 就是3加4總共16個學生 超可怕的 我後來想一想覺得好像 那時候也太有力氣了 好反正我就開始做這四件事情 這邊就是在實踐開始教書 那這兩年我在回憶新美的那個碩士班 又上一些課 然後我開始做一些所謂的創作 然後後來這幾年開始做特展這樣 那我跟我學長兩個這家公司 繼續做所謂的設計案 但是我想要把它弄得很不一樣 然後我們在做這個設計案的同時 我跟我學長講說 我希望這家設計公司同時 能夠做一些背影的事情 所以我們開始去開展一些背影的工具 所以基本上就在這四個東西裡面 去做一些成果 那你今天晚上聽到的接下來的東西 就是我這十二年 做了這大概這四個方面的東西 那這我們就先跳過去 這也先跳過去 剛回來的時候做的第一個案子 在清田街 有一家動畫公司 那這個是清田街 就是日本時代留下很多這些台大的 教授的這些房子 那可是事實上你現在在清田街 你看到的是很多的車庫門 所以我們這兩個年輕的業主 我當初就說服他說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做車庫門 把這個院子把它打開來 那我在想像院子打開之後 他們院子裡面這棵樹就可以留下來 那整個東西變成一個社區的小燈口袋公圈 所以以前我會很專注在裡面的 所謂的設計服務 就是說人家要一家動畫公司 總得好好做 所以當然我們也不是隨便亂做 所以室內啊什麼該有的東西還是東西 可是最大的不同是 我開始有一些想法 是除了滿足業主的需求之外 譬如說 譬如說業主要一個信箱 可是我做了一個像是要一個信箱 我做一個可以放飼料餵苗的信箱 業主並沒有要餵苗 所以這件事情是我在想的事情 那我在想什麼 我在想青田街這麼多的樹 我想要延續它的生態的多樣性 然後我把這個院子開放出來之後 可是業主揍了一個眉頭 他說我們是一個幸福企業 所以晚上七點所有的員工准時下班 可是我沒有寬諷大量到鄰居 我去晚上七點把車停進來這個院子 所以他叫我做一個車檔 那我就說好我做一個車檔 可是我沒有做一個摸字型的車檔 我做一個水池 然後種了水根池 所以這個東西同樣可以滿足業主的需求 可是我一樣是在想生態的事情 所以這是貓咪回來喝水這樣 可是我跟業主都沒有想到生態這件事情有多難 因為後來有一天就發現 裡面養的魚全部都死光 原因是因為前一天衛生局來噴藥 噴那個水溝 然後業主啊 因為有小朋友 所以他們就買了一個秋千掛在這裡 所以就有那個鄰居的小朋友 跑來玩那個秋千 然後還寫信給他們 然後業主也會回信給那個小朋友 然後甚至聖誕節的時候他們做一些裝飾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算是第一個案子的示範 就是所謂的大戰交織的想法 怎麼樣把那個資源把它最大化 所以你看我沒有花我自己的錢 我花的是業主的錢 那我也做了一下動畫公司給他 可是我做了超出動畫公司的那個需求 因為我對這個城市我開始有些看法 然後甚至地下室這麼一個攝影棚 我們甚至也幫他策展 所以那一年的1比1 搬了幾個作品 到這家動畫公司的樓上跟這項 然後第二個案子是 在長安東路有一個樹火的直播屋 在他隔壁的頂樓有一些屋 然後裡面是他們教小朋友造紙的一個教室 那台北的這種鐵皮屋啊 基本上你都不能動 因為都是違建 因為你拆掉它之後 空拍一拍 你就不能再做回去 所以我就保留那個鐵皮 想動腦筋怎麼改這裡面的東西 那我的方法是 我找了南投竹三的一個竹藝團隊 跟他們討論說 有沒有可能用竹編的方式去做一個空間 那其實我的業主一開始有點困擾 因為他說我要的是一個 教小朋友造紙的教室 你到底在做什麼東西 講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地方是一個街屋的頂樓 那對我來講 如果他只做教小朋友造紙的教室 實在太可惜了 所以我說我在幫你做的是 在台北市都市零樓可供公眾文化活動發生的場域 這是我說我在做的事情 然後他還是有點滿頭霧水 這樣反正呢 映竹還是滿喜歡這個設計的 那這個設計像竹框架是在現場做的 那那個竹捏片呢 他們是在南投就先做好 然後貨車運上來之後 竹捏片一片一片把它搭上去 所以這整個工期非常短 好像十二天就做完了 所以如果是我以前開公司的時候 在做這種東西 基本上就是腳料啊 甲板啊 冰槍啊 一直打一直打 以前我最喜歡聽打冰槍那個聲音 每一個冰槍在打的時候 我都好像聽到銅板在響亮 就賺錢嘛 可是你知道那些東西 將來那個墊啊 或說那個盞啊 它拆掉的時候 就是一堆垃圾 所以我每次做完之後 我還是覺得非常的丟體 就是好像在賺那種一心錢這樣 可是這個東西就不一樣 因為它是自然素材 所以它有一邊不要的時候 一把火燒掉 這基本上只有燙空 就全部都可以變肥 所以我不用為了這件事 就是去煩惱這個環境的問題 那像這些燈全部都是樹 他們自己用紙纖維下去做的 然後什麼叫做那個多元活動 因為我的學長是那個 學校派那個老闆 學校派那個地下室就辦很多的音樂會 活動這樣 然後他就去邀那個19點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這個樂壇 就在這邊辦了一個收費的演唱會 然後那個晚上 當業主第一次收到那個 竹院子的那個門票 其實那時候 他終於了解說 我在跟他講那個事情是什麼 就大家都很喜歡這個丙歐 然後那個音樂會 然後從此之後 我這個業主啊 就把他的本位的那個定位 從紙博物館的這個專業轉移到工藝 所以是我現在做很多工藝類的策展 所以你不要小看做設計師這件事情 其實你不一定是在服務業主 其實有時候你是可以幫助業主去打開 那也算他們有想過的事情 這樣 那 但是什麼叫大浪教治 我不是說我來系上兼任 然後那時候的主任是豐哥 然後他就想要拗我這個菜牛 兼任然後做西一代設計展 以前 系上每一年都要參加西一代設計展 然後 然後我那時候傻傻的也不懂 我就說 OK 要做就做 然後我就想要把我的畢業設計 把它做一個竹編的版本 我就帶了那個 南投竹山的那一地師傅 那時候他們來台北做那個主院子 中間有三天就拉來的時間 做了一個工作 教我跟十六學生怎麼樣編主子 然後 我們上完課之後 我們就花了三禮拜的時間 開始反覆測試這個東西 然後 其實我給他們看了那個 從遼安到遼安的書 然後有讀書會這樣 那他們就說不太可能 但是我就說 我們至少試試看一下 所以 在這過程中非常的可怕 譬如說像那些字 以前就是 不加思索就是用卡點心得 就貼嘛 可是他們說 卡點心得是PPC 反而它會產生帶凹性 不符合這個理念 所以怎麼辦呢 他說 我們最擅長的就是柯模型子版 整個工作室 連那個其他組合一起走動 也 大家幫忙柯模型子版弄這些子 然後用A-Board去做這個子燈 那當時呢 我們想要用LED 當時世貿都還沒有LED 都用那個M-R16的頭色燈 我去木了一批LED的燈泡 但是自己再去買LED的M-R16的座 就把它改裝成可以用LED的展燈 各位現在隨處都可以買到LED的展燈 但是在那個時間完全沒有這個東西 那我本來要求學生呢 我們要做一個可拆解的東西 因為才可以搬上貨車 因為我們要刺濃這樣 可是學生說太難了 那個怎麼可拆解 然後我就說那不然怎麼辦 他就說我們搬過去 我就認了一下我想說 三秒鐘裡面我就說 好 結果我們做了16個輪子的推程 然後去警察局大直橋頭 那個警察局申請服務圈 半夜三點的時候 從學校門口出發 然後搬過大直橋 搬過大直橋要下橋的時候 都是最可怕的 因為會有一個叢林 所以就很多人在拉 很多繩子在拉這樣 然後一路從那個平江街 然後一路經過卡幽路 然後你看這時候已經天亮了 然後終於來到基隆路 然後經過那個世貿路 然後終於要用電影子這樣 然後終於來到世貿路 可是來到世貿路還不能睡覺 因為我們還可以做展場 然後我要求展場 全部自己DIY 而且全部要用鎖螺絲 不能打平衡 因為這些甲板到時候 全部都要回收 然後螺絲孔 全部通通都要對齊 這樣 這學生都超人才 然後已經弄了那個米糠 這全部都是那個模型指板齊 然後我們去跟一個基金會 募了42本 這個《從搖籃到搖籃》 然後我們在現場 針對高中生做了一個傳閱本的計畫 就是他要宣誓他拿到編號哪一本 然後他宣誓說他一定看完之後 他會交給下一個人 會一直傳遞出去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在談 《從搖籃到搖籃》這個概念 然後這個演書的社團就是 所有拿到這個書的人 都在上面學詞的社團 所以你看到這個畫面 基本上就是我的畢業設計的 自然素材版 然後裡面全部都變成是 以前是穗子 這一個版本變成是米糠 然後這些布全部都是黑布 就是完全沒有 比較沒有加工的東西這樣 然後四天的《心意態設計》 結束之後 這個是你會看到的畫面 就是其他學校 他們不管是百萬裝潢 還是多少幾十萬的裝潢 最後的下場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在外面會有這個大鋼牙 就把那些裝潢全部攪碎 然後我們的展場 就是一片一片把它卸下來 然後我跟什麼叫大量角質 跟田園城市出版社的社長 還算蠻要好 然後就借了他的放書的那個唱片 暫時把它儲存在他的長度裡 然後接著到六月份的時候 在華山有一個台灣設計師周 其中有一個單元叫美力鑽石 美力鑽石 總會有十組創作者 另外九組他們都是工業產品 他們都是拿 例如說這個吊燈裡面 真的會發亮好的燈管 其他都是壞的 就是做這種再生律用的設計 那我是裡面唯一做空間 那我回收的就是空間 這個建築體本身 然後什麼叫大量角質 就是新一代在談從阿蘭到永蘭 可是來到了美力鑽石 在談環保文 所以我找的是看守台灣環保組織 然後把他們那個倉庫裡面 沒有人在看的那些書 通通都搬到現場 你也被證據 然後同時幫他 他固定有一個收入的來源 他會拍一個書叫世界線控 然後我們就在現場幫他用預定的方式 賣這個東西 然後同時現場這個屏幕裡面播放 看守台灣翻譯的那個SOS 那個動畫影片 所以這個配音組織到今天 都跟我還有合作的關係 也就是十年了 那結束之後呢 這個要開始變成一個旅行的跨大學 像這個是蔣軒老師那年 的那個台北文化講 所以我們跟那個李慧秋設計師合作 在幫他做一個他的展覽 在台北市這裡 裡面這些陳設就是李慧秋設計師 然後這個是我跟一個私人 叫阿發小姐 跟一個音樂家叫王玉均合作的 在當時包老師跟朱鴻門老師 策劃了一個實驗建築雙門展 在我們校園裡面 這個是我的參展作品 後來他就扶植書中 然後我把他送到台東 台東的朋友看了也看不下去 他們就把我把它燒掉 就結束了這個 project 那做完了這個 project 之後 我就保藏痛苦 因為它實在太大 我每次都要剖警察 因為那個十頓半的塔車 每次都超長超高超寬這樣子 那我就默默在心中發誓說 我下一個作品 一定要做可以分解的 可以分解然後可以組裝 然後剛好那個 有一個藝術基金會 就找我做那個粉熱錠 然後我就決定要做這個叫大洋蔥的作品 就找了一個當時我合作的一個公辦 然後他們在做那個石木樓梯扶手 所以很會做彎曲的木頭的東西 然後就在他們工廠裡面做了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總共可以拆解成這個 就讓我現在開始了